我覺得這是一種生活的經驗吧 就是 在講什麼 講出來就後悔了吧 生活的經驗 你在說什麼廢話 欸 小二 小二 上酒 B call啊 你真的很不專業欸 來 你講你的 這不會有什麼 有快樂的念頭就把它寫下來吧 然後就這樣 你沒有唱唱到嗎 哇 我要記得這一幕 不好意思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賈文青湘談事 我是德仔 今天節目裡面為大家要請到的 這個二人組合 他們是女海語機器人 你們好 特別是史上罪證女主唱Ring 有這回事啊 有很多媒體都這樣寫 然後以及知名MV這個男主角Jungle 女海語機器人非常屌喔 就是他們09年發行Lost in Yesterday 昨天這張單曲的時候 算是正式有作品發行 2009到現在已經是9年的時間了 但是你們其實專輯只出了兩張專輯欸 而這兩張專輯都得到了 菁英創作獎的最佳電音專輯 就出一張就哪一個獎 出一張就哪一個獎 這樣 那為什麼 只出了兩張專輯 請 交給團長 嗯 我覺得第一個跟我們創作真的比較慢 這個是真的 本來 其實第二 14年出來第二張專輯後面 的隔年 因為我們有發生 其實我們之前是三人組 哪有另外一個團員離開的關係 所以 後面這兩三年 我就跟Ring其實在重新整理 要做的方向跟作品這樣子 但是呢 很快就會發現 哈哈哈哈 你要對誰強調這件事嗎 那六年發一張專輯大概可能跟Michael Jackson的那種 比那種頻率是差不多的 你們去年也有兩張單曲嗎 嗯 其中有兩張單曲叫做自動導行 嗯 自動導行 就是你喝醉了以後 其實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但是 大家都看不出來那種狀態啊 你沒有嗎 你不會嗎 我每個禮拜都還喝 對啊 我等一下也要去喝 所以人家就說 我非常可以理解 你是不是醉了 然後你都好像可以運作 可是你隔天都忘記這件事 我非常感到驕傲的就是 我可以在斷片的狀態底下 跟朋友聊天聊兩個小時 嗯 我們都是 都沒有人發現 我已經斷片了 然後 下一次見面的時候就會有很多 要嘛是 很多不認識的人來給你打招呼 對對對 要嘛是朋友聊天的時候就會忽然蹦出去 像上次跟你講的那個 What 我覺得就是一種生活的經驗吧 就是 在講什麼 哈哈哈哈 在說 講出來就後悔了吧 在說 生活的經驗 你在說什麼廢話 哈哈哈哈 對啊 所以他講什麼愛 就是會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的事 對啊 就是有這麼卡 那你們現在要喝嗎 現在 好 如果開車來 是真的啊 很解了喔 很解了 那你要喝嗎 喔你喝我就喝啊 來啊 欸小二 小二上酒 欸 樓下有人嗎 欸文總有人都不見了嗎 在在在 我沒有聽到 直接去分手 來來來來來來來 自動導航 這是去年的單曲 嗯 這隻單曲是很複雜的單曲 他不能喝啦 把他的杯子拿走 對 對 懲罰他 謝謝 感謝 T塊啊你真的不專業耶 哈哈哈 你平常有喝酒對不對 哪有 講自動導航 對齁 他的製作很複雜 你們是有找另外兩個人合作 嗯 對不對 不是只有你們兩個做的 對 我們先找了Funk Q 宇宙人的Funk Q Funk Q 就是 團長的 以前就認識的 嗯 然後我們都很喜歡他的Bass 因為很好跳 就是很Funk 這樣子 喔第二個人是 他叫 李全哲Jerry 他有 欸你講你的 嗯 那個就是 最後一場 很辛苦耶 你講啊怎麼了 嗯 嗯 你選擇 現在我是說書人 哈哈哈哈 在網路上亂逛YouTube 然後我就看到他的MV這樣子 嗯嗯 然後看我就覺得 靠這皮是誰啊這樣子 就是 他就是一個很皮的小鬼喔 小鬼然後就輸個油頭 然後什麼都會 然後又會打鼓 又彈吉他又唱歌 對對對 很皮這樣子 很窮啊都沒有錢 哈哈哈哈 還不是 怎麼會這樣啊 就一人樂隊有沒有 在那種西門廳也都會看到 反正聊兩三次之後 然後 就訊息他說那不然 呃 有空來我工作室 坐一下這樣子 嗯 他就自己開著車 跑來我工作室 然後身上來莫名其妙 要帶一把吉他 因為我也不知道他要 我們不知道他一來就要JAM了啦 對我們不知道他一來就要彈吉他 我們就想說認識個朋友而已 嗯 大家可能想說音樂的合作 應該帶把吉他去啊 好像是蠻帥的 可是我們那時候本來想說 就先認識一下 如果是武術的合作 就會帶個雙結棍 或是花槍之類的 然後你們拍了一支 蠻復古的MV 嗯 在描述是在一個 其實我看不懂他的描述什麼 在一家PUB裡面 好失敗喔 沒有 真抱歉 真的覺得很抱歉 我只知道是 本來在一家PUB裡面喝酒 然後喝一喝呢 他就莫名上了一部計程車 然後那部計程車還是很古老的 紅色的計程車 然後他那個頂燈是很古老的那種頂燈 真的是會有童年回憶的 這個是大概30歲以下的音樂人 做不出來的MV 哈哈 我一直在想說 為什麼他說這是一個很 很 很古老的音樂 可是我們的計畫 音樂沒有 喔 真的嗎 對啊 這是計畫想不出來的MV 你說那他那個計程車是怎麼回事 就去借來的 那計程車真的很古老 而且那個阿伯從高雄開上來 跟我們拍喔 喔他收藏 收藏家 並不是他年輕的時候 真的也是靠那台車 所以這首歌就介紹完了嗎 差不多這樣啦 哈哈哈哈 音樂不用講一下 欸這首歌目前只有講到 9跟MV很老 沒有別的 妳有沒有 沒有嗎 我以為我有講 很好跳 是不是要計 很好跳 哈哈哈哈 唉唷 不行不行 我想一下自動導航 這有點時間了我想一下 好沒關係大家可以去 Google搜尋自動導航 那還有一張聖誕節和我自己 可是這個就是比較 內斂比較 對對對 安靜一點 有點受傷的心靈的感覺 的一首歌 雖然沒有宗教信仰 但是很喜歡聖誕節的氣氛 因為我覺得聖誕節就是一個 你還會想起很多回憶 然後會有分享 有一種感傷的感覺 我以前訪問范小軒的時候 曾經問他一個問題 就是說為什麼 他那段時間的歌都是很悲傷 或是很負面的東西 嗯 他其實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他在快樂的時候沒有辦法創作 喔 所以他說快樂的時候我只想要去Party 想要找朋友 嗯 但只有在悲傷或是心情灰暗的時候 才會想要一個人躲在家裡創作 這很能理解 你會是這樣嗎 嗯 很懂啊 所以不會有什麼 有快樂的念頭就把它寫下來吧 然後就覺得 我沒有創造過嗎 哇 我 我要記得這一幕 我下次快樂的時候 要想著這幕 可是你不覺得卡通裡面都這樣演嗎 哈哈哈哈 這個是你是創作旋律 跟詞是主要是你 對 是你在Ring在創作 對 那麼編曲是Jungle這邊在負責嗎 對我會負責大部分的製作跟編曲 那你們要怎麼在這個上面溝通 吵架 沒有啦 大致上 大致上會先跟他說一下 他編完之後 你編了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 你懂不懂我啊 哈哈哈哈 大致上會先溝通一下吧 我覺得他都會講一個 大概的 畫面啦 就是音樂上的畫面啦 然後 然後 當然就是也是會有那一種 編完 一弄完 他就會覺得 喔 對了這樣子 但這個通常 蠻少的 通常就是 他就看他一個人這樣子 哈哈哈哈 有這麼慘嗎 好沮喪喔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有多糟有多糟 因為我通常都會蠻沉默 就是如果不喜歡的話 對 秋冬會先有個新歌啊 對啦 應該就是還是會是明年初的事情 但是應該是這一兩個月就會陸陸續續 有整個新專輯概念的單曲丟出來這樣子 9月 9月23 對我們要參加那個文總 這次弄了一個很厲害的 在日本的 他就叫台灣PLUS 台灣PLUS 台灣PLUS 為什麼去日本要講英文啊 台灣PLUS 不是 我說 OK 可以嗎 那音樂部分有哪些音樂人 其他的音樂人都是比較ACOUSTIC 比如說陳建議員 比較ACOUSTIC嗎 比如說Chen Yen Chen Chen Yen Chen 來自Tayton 的一個Artist 等一下 你不會有點微信 或一直講英文嗎 我好像會耶 我有時候會 而且英文會很溜 請原諒我 很喜歡跟外國人聊天 但是都不會聽他講什麼 他講完之後 假裝自己有聽懂他講自己的 標準喝醉ABC 對喝醉ABC 對 還有誰呢 阿爆 還有阿爆 然後謝明佑老師 是 黃黎綠老師 一個一個念 陳建年老師 好 希望能夠讓日本的朋友呢 在音樂上 還有文化上 設計上 全方位的認識 全面的台灣 南台灣 然後另外呢 當然也可以 關注我們文化總會 文化台灣活動 在9月22跟23號 也就是我生日的前一天 我不知道有什麼關係 應該是沒有 所以你是23嗎 23 我是24 對 對啊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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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拜拜